我打電話要求的時候 我實在不敢抱著任何期待 我知道他非常忙碌 我就是禱告之後 我就打一個電話給他 其實我 林牧師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林牧師 我都沒有見過面 結果我一講 他說你們是什麼樣的一個organization 我就稍微解釋一下 林牧師馬上就答應說 好 我可以去 我剛好那時候沒有外出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 林牧師馬上跟我們分享 第一條的信息請你翻開在第50頁的地方 擴大你生命的容量 我們這時候我們把時間交給林牧師 我們歡迎他 我用這個無限的 謝謝許牧師的邀請 也謝謝許牧師的介紹 幸會 今天來到這裡 看見你們是第一次見面的童工 有一些是認識二上十年的鬥友 感謝神 剛才介紹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的背景 我是香港出生長大的 所以呢 這個國語 華語 不是我的語語 我也曾經在菲律賓服侍過 大家在菲律賓的華僑教會 華人教會是講明南語的 所以呢 我也學了明南語 那麼用兩個時間 總共在菲律賓做了八年 我還記得呢 我去菲律賓的時候 學明南語 那學得很辛苦耶 那麼用這個羅馬裏兵語 羅馬裏兵語 羅馬裏兵語 以前呢 我是用很重廣東英的華語來講道 那麼那一次呢 我想試試看 半年之後呢 我就想用這個明南語來語了 差不多是這樣子 來跟他們講道 講完以後呢 弟兄笑蜜蜜地來到我面前跟我握手 都說 林牧師 謝謝你 你還是用國語吧 我們聽得懂 所以剛才我講的 忘聽我啦 一點都聽不懂了 那麼後來呢 我來到這個 來到這個聖地亞哥 那麼我們教會的創辦的弟兄姐妹 大部分都是從台灣 不是大部分 全部 差不多都是台灣啊 香港的也變成是講國語了這樣子 但是我就是 因為在菲律賓的時候 用明南語嘛 一來到美國 又在用這個的華語的話 也是比較 比較辛苦 那麼 那麼 我很記得有一次 那麼 有一群 講完到之後呢 有些人用準備來找我 他說 哎呀 林牧師 哎呀 想不到你的國語講得那麼好 我說 哎呀 謝謝 終於有人稱讚我了 終於了 結果呢 稱讚我的都是廣東人 還是那些不太講國語的廣東人 還說我的國語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放棄了三分鐘都不放棄了 所以呢 這是感謝神 那麼其實呢 這個閩南語也好 甚至是國語也好 我可以說都是我的宣教語言 Working language 這是因為我要做宣教工作 所以呢 我才需要用這個語言 不過呢 很感謝神 我現在自己禱告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 我不喜歡破導 因為破導的時候 我會捆流向外 所以呢 我自己私人禱告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出聲音禱告的 我越來越不能夠用廣東話禱告 我是比較用國語禱告 已經習慣到這個地步 點禱告 我用國語禱告 用廣東話禱告 我好像禱告不出來一樣 講到還可以 講到可以 沒問題 因為這是我的mother tongue 我的母語 但是呢 我很自在 那麼當然 有時候供到我們教會裡面 那些的年長的長輩 他們一看到我 因為知道我會講明耳語的話 他的玻璃上七二十一 就跟我講海語 這樣子 我也很高興 操練操練 那麼這邊的這個教會 我以前就是在這個教會 這個蔡牧師還沒有來之前 那麼大概十幾年前 他們也給我這個機會 在台灣長老教會講道 那麼那個時候他們說 逼我用明耳語講道 因為我很久沒講 那麼我講到之前 之前的那個禮拜六晚上 幸虧呢 台灣長老教會 有一位長老住在我旁邊 所以呢 我每一次 差不多每一次 講到之前呢 到他居家探訪一下 那麼我就把我整天的講道 講一次給他聽 我每一講一句呢 他就替我翻譯台語 你知道嗎 那我的耳朵呢 再熟悉一下 那麼早上在隔天 禮拜天下午講的時候呢 就比較順一點 這個就是我 所以我到長老教會的時候 我多一層功夫啊 就是晚上又找那個長老去替我補習一下 不然的話就講不出來 所以也是很感謝神 那麼 我覺得很好 多講幾種話的話 可以跟各方各面的人來做朋友 也是非常好一件事情 而今天不是講道 也不是主的崇拜 所以呢 我講道的氣氛呢 都跟崇拜不一樣 我覺得因為大家都是同工 今天都是大律師 大長老在這裡 大同工在這裡 那麼大家都是 也來到這裡 都是因為你關心神果的事情 你是愛教會的人 都關心教會的前途 教會的前路你才會來這個地方 不然為什麼來這裡呢 我們都希望說能夠在這裡共居一躺 我們交流一下 我們一同來去討告 一同來去尋求 看看呢 神在我們教會 長老教會 未來的路應該是怎麼樣走的 我覺得大衛啊 他有很多的這種的優點 當然他有個大雀 我們這次不講那個大雀 講他的優點好不好 其中一個優點 我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到現在我是一直的想到這個優點 這是大衛在最順利最成功的時候 他常常 甚至說什麼呢 他尋求神 Seek God 尋求神 意思說 他不是說這個事情做習慣了 這個common sense 普通常識都知道應該這樣子做的 這個用理性去衡量一下 當然是選這個不選那個 我們通常都用理性去處理的 比如說你讀聖經 大衛每一次說要不要去打 要不要去那個地方 你發現在獵王記 這個善火記上下 你會看見他有很多都是什麼呢 在求問神 這個非常非常的寶貴 這好像我們跟隨主的時候呢 有雲柱火柱引導我們 這個也不是一條直路 啊這個十個紅綠章 綠章都通了我們走去 沒有 上帝的引導是 有時候是 不是你所想的 因為他的意念 不同你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你都不知道 跟神是這樣子帶領的 所以呢 我覺得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他常常禱告 一個成熟的牧師 一個成熟的長老 一個知識 我覺得他的靈命的成熟的那個記號叫哪裡呢 我講出來你可能不同意喔 你會發現他好像沒有什麼把握一樣 什麼你穆斯林有沒有搞錯 靈命成熟應該是越來越有把握嘛 對不對 為什麼靈命成熟的一個人 竟然是沒有把握呢 不是真的沒有把握 他是說 雖然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給我一天 我再禱告一下 然後呢 看看神怎麼樣來去帶領我 禮拜一 禮拜 大概是前幾天 禮拜一吧 我去帶一個姊妹去看 看墳地 這個禮拜很忙喔 有三個會有過世 所以呢 我已經有做最四禮拜 各方面見受 那麼 那麼 帶一個姊妹去看墳地 禮拜六 上個禮拜六 那麼我說 因為那個經理說你要 你要抹葬還是土葬 他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 都想不到 因為我們做牧師的 不會替人做決定的 做錯決定嗎 哎呀 我不想燒的 不是你說把它燒掉 什麼都沒有 怎麼辦 所以我不替他做決定 等一下你 你後悔了 有時候我逼你把它燒掉 這樣子 所以還是你做決定 那麼怎麼決定呢 我說 我就想到大衛 我說我們就要 他說怎麼決定呢 土葬好了 還是火葬好了 但是這種人說 牧師你呢 你喜歡土葬還是火葬 這樣 我講不清楚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了 因為我的決定呢 也會影響你的決定 有時候會有啊 我簡單問牧師說 牧師啊你的銀行啊 說我的儲備銀行啊 用哪個銀行 我說為什麼問我這問題 他說大概你的銀行 大概不會倒的 為什麼 怎麼會打會倒的 怎麼會打啊 我投資錯誤啊 呵呵呵呵 有人是這樣子的 不是劉佛戰還是土葬一樣的 我說 我還沒有想這麼奇怪 我回去跟太太相仰一下 看她喜歡 看她喜歡不喜歡我 那我說好不好 姐妹我們來禱告好不好 就在墳場 很奇怪我們禱告 我說主啊請你 試下指示 但是 祷告完之後我們說 姐妹 你感覺怎麼樣 他說我禱告的時候 我看見我的丈夫很安詳的 睡在銀行 所以呢 我決定土葬 好可以不去這樣子 在禱告當中 看見她睡得很安詳 不是睡在什麼火炉裡面呢 這樣子 當然我不是 我不反對補葬喔 你沒有搞錯喔 我不反對 我就每一個人的 所謂的取向都不一樣 我說最寶貴的地方是 就是凡事求告神 好像我們這裡開大會 我相信呢 我們都有一些結論 我們都會有一些的 最後 哎呀我們的路 應該怎麼去走 做不做這樣的工作 不要做 要做 我相信都不一樣 但是我都覺得 神在每一個教會 有不同的護照 是嗎 有不同的引導 是嗎 因此我們就說尋求神 那麼 禱告完之後 神給你心中 有什麼的感動 都分享出來 分享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比較知道說神的大理是怎麼樣 在禱告當中各位 不是在討論當中 在禱告當中 你會發現神的旨意呢 就顯靡在我們身上 那麼今天我要跟各位試試 這個題目叫做 這個是不是明末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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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那麼今天這個題目就是說 擴大你生命的容量 明天呢我特別講到是 這個是今天是個人性的 明天我講到教會性的 就是擴大我們的那個 那個將界 神給我們的地界要擴大 那我讀的聖經呢 就是圓滿福音第14章12節 你用他語念也可以 用我語念也可以 預備請 主說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做更大的事 這句話 神耶穌告訴他的門徒說 我所做的事呢 信我的人就是他的信徒 各位 這是說教會 教會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更大的事 我們今天耶穌所做的事都已經夠偉大了 我們所做的事還要比 你注意說更厲害更偉大嗎 可以嗎可能嗎 對不對 首先我們要搞明白什麼叫大事 大事 什麼大事什麼叫小事 大事呢是由主來去做 這個我們說自由不是共斷 自由主斷 主自己來做一個judgment 他來判斷 到底什麼叫大事 什麼叫小事 有幾個方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第一個 Mother Teresa 這個德蘭修女 他說小事用大愛心來做就是大事 那麼大事呢 用小愛心來做就是小事 什麼 相反來說對不對 如果是一個事情呢 沒有用愛心來去做的話就沒事了 好像沒什麼事沒發生過一樣的 所以呢什麼叫大事 小的事情 第一 用大的愛心來去做這個叫大事 第二 能夠產生後世很大影響力的小事又叫大事 因為我們知道說今天你看耶穌在地上 人家說耶穌啊一輩子一輩子 他說走過的路啊都沒有超過兩百英里 各位你剛才從你家來的真的不只一百兩百英里對不對 你已經超過耶穌了 難怪耶穌說你所做的事要比我做的更大 你來到這裡都比已經耶穌一輩子所走的路都更遠更大了 所以呢我們知道說耶穌後來產生那麼大的一個事情 那些的門徒其實也不過只是漁夫 也只不過是一些受稅的人 也只不過是一些的普通的老百姓而已 但是他們把當時甚至後世 整個的整個的社會都產生很大的衝擊和改變 那麼第三件事 什麼叫大事 能引發出大事的小事 用中心的態度去做也會變成大事 用中心的事情做也會變成大事 雖然首先這件事情我們要有點革命一下 所謂的大事小事不是你說的 是從神的眼光來去看 你小的事情你真的用心來去做 這個事情蒙神紀念直到永永遠遠 若要成就主的大事 你必須要擴大你生命的容量 容量的英文叫做capacity 什麼叫capacity呢 你知道美國每一個房間特別是禮堂 都有必須要把這個房間的capacity 容量寫在門沒門看上面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所以蔡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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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這個房間可以做多少呢 兩百 兩百 所以這個房間的capacity 那個容量是兩百 每一個教會都是這樣 兩百七百一千一萬都寫出來 这个叫capacity 这个叫容量 我们今天不是讲礼拜堂的容量 因为礼拜堂的容量呢 也跟我们各放各面的 我们心胸的容量成为正义 等一下我会多加解释这句话 因为一个教会 他的心胸 他的心 他的心有多大 就影响到这个教会有多大 意思是说 罗斯这个教会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心胸很窄的 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 什么都不顺眼的 什么都看不惯的 什么叫看不惯呢 一看到很多事情出来 大部分都是批评的 大部分都是批评的话 大概就是说 他的心胸就比较窄一点 那么罗斯比较容易肯定的 比较说很好啊很好啊 不好的时候也好了 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教会的心胸就比较大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人 我是大部分的人 教会整个的健康 教会的整体个性 都不能够用一个人来去断定 是个大部分的人 大概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的 就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扩大你生命 一个新生命的容量 对不对啊这里看 你要扩大新生命的容量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新的生命 但是呢我们那个旧的生命呢 仍然存在的 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所说的一个是肉体 对不对 一个是生命对不对 生命肉体 也说到两个律 来去跟我们里面有阵战 这里说什么呢 一件事情啊 旧的生命没有减灭 又减又灭 新的生命呢 就没有空间去成长 这个capacity 对不对 所以呢 约翰说什么呢 他必兴旺 我必摔回 这个摔回这个字 这个英文来说的好好 He will increase and I will decrease 意思是说 他必增加 我必减少 意思是说 我减少的时候呢 就有容量 让他可以增加 所以为什么 你看这很多信徒 现在特别是个资讯发达的 那么厉害的 一个世代年代 我们不欠好讲员 因为你打开YouTube 最好的讲员 都出现在你的面前 专门为你个人服务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都不缺乏大讲员 大的牧师 大的 很好的主流学的材料 很好的训练的课程 哇神学院呢 也在我们旁边 什么开延伸志 哇都很好 但是我们发现呢 我们好像很多的 弟兄者妹 都好像听完以后 等于是没有听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听是听的 但是里面没有容量 他没有capacity 因为他里面都已经满了 他的旧声音太满了 所以呢 新的东西进去 就溢出来的 overflow 满的满意 这个字本来是很好 但是这个情况就不好了 满意出来 不能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 有没有 是因为我们的旧生命 但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 很多人对于很简单的道理 想来想去的想不通 那为什么牧师讲到 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材料啊 主力学院查经啊 等于是什么qt啦 什么这种的活泼的生命啦 这样子一大堆 那老师没有进到我们里面 不是说那个讲员讲得不好 不是说那个牧师讲到没有感力 他很有感力 但是呢 因为那些话已经不能再进去 因为我们都进化了 我们的旧生命里面 很多东西挺住晒住 所以你看 不要说教会 就是神学院也是这样子 对不起啊 我不是骂神学院 因为我在神学院也有服势 我也叫神学院 所以我不是不喜欢神学院 我很喜欢神学院 我很喜欢教神学院 但是我们的神学院 是不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服务呢 就是说今天的神学院 主要的工作是外加的 外加的 多一点神学 多一点圣经 多一点原文 多一点实习 多一点的操练 很多加上去的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外面加进去的智识技巧 甚至是灵命成长的智识 但不是我们忽略了内除 内除了 里面除掉里面的东西就叫内除 内除 没有内除的话 我们只是放汤不放药 譬如说 有些人很会做生意 哎呀 这个人太会做生意了 他会管理了 他下面有一千两百个员工 都他管理 所以呢 他可能 哎呀 都请他来办完教会 做管理教会吧 这样子 但是好好啊 我很会管理 哎呀 你教会才有120人 我的工厂是一千两百人 所以呢 容易的啊 这样子 结果呢 他会用这个 管理工厂的办法 来去管理教会 因为他可能是用手段呢 可能是用人的办法呢 来去管理 来去治理人 治理人 来去 来去驾驭 不是领导 驾驭 你知道吗 用权去驾驭你 用恐吓来去驾驭你 是吧 用这个手段来去驾驭你 他们以为这个是领导 No 这个不是领导 所以呢 如果是我们一个同工 Russian 他的内处 他内处的世界的手段呢 没有被内处的话 你把那个外加的一个的权啊 给他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他就会用世界的 所谓的手段 让驾驭别人的办法 来去驾驭教会 来去不是领导会员啊 乃是什么控制会员啊 所以这里说什么呢 我们只会变成church boss 不会变成church leader 我们只会变成教会老板 而不会变成教会领袖 各位 leader 不是boss 但是恐怕我们今天 一直外加 但是那种旧的 管理教会的 做领导的这种手段呢 如果没有被处的话 教会受到很大 就很大的伤害 我们教会 有一位弟兄 他是 呃 他是在美国住了 六十几年了 那么他是 从台湾来 那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甚至是有份 发明彩色电视 不是他全部发明 不过他有份一起来去发明 他有个patter 也是蛮厉害的科学家 后来退休 后来在我一个分堂里面呢 做一个很普通的弟兄 其实他 他很有才华 中英文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又是科学家 有份发明彩色电视 那么 我们教会呢 接近一个美国教会 那个美国教会呢 常常 真麻烦了 他要我们 每一次聚会呢 就用楼上搬椅子到楼下来 然后聚会会由楼下来搬到楼上去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那个弟兄那个时候 他已经起到八十 差不多八十岁了 那个时候 他还是这样子把椅子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我们说Uncle Tom 你不要搬了 等一下你帅打 我们职人太大了 这样子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我就搬来搬去 那么后来有人问他说 Uncle Tom 你在祖恩堂有什么服饰 你有什么职位 这样子 他说很自豪地说 I'm the chairman 我就是那个办理 是那个chairman I'm the chairman of the church 他是贝法 他不单止做chairman 办理是那个人 他甚至 他甚至 差不多九十岁的时候 还去接学生 他是台湾来 但是学生是国内来的 那些大姑来的一些学生 来我们教会 没有学生 他去接他 九十岁 接个十九岁的 接到有一天 他同律灯面前睡着了 这个不动了 那个小爱子 谢谢陈婆婆 不做了 谢谢你 不敢再做 到那个地步 他才停了 不切切 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chairman 这个就是教会的领袖 我不是说所有做主席的 什么做主长的都要帮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需要帮的话就要帮 需要帮就要帮 我记得 二十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在台北 在四大附近的教会 讲到 这里有四大附近的 有啊 我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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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教会 那么有个弟兄呢 就在那个教会 就是做负责人 他不是传道的 那呢 很特别 我去那个教会 讲到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 所以 所有教会的事情 都是分摊来去做 我就看见呢 他们教会很特别 每一个家具 furniture 都有名字在上面 比如说林祥元在这里 钢琴呢是什么许名媛 我以为是某某人学院的 原来不是 原来是 这个礼拜是他负责清洁这个钢琴 林祥元负责清洁这个讲台 然后呢有些人名字贴在马桶上面 你不是说那些刚进来的什么都不懂呢 欺负他给他贴马桶在上面 你的名字 这个礼拜的马总经理负责去清洁卫生 不是的他轮流了 虽然那个负责人最高的负责人 他有一天也把自己的名字贴在上面 我负责这个礼拜洗马桶 我很深信一下 我说这个是很好的教会是销炼做仆人 内厨 讲到内厨我们生命继续洗马桶就内厨了 对不对 做最卑微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第三个礼拜 所以有一个内地位就是所谓以前那个内地位 就是那个海外基督使团 那个安拜得生 对不对 那么他在历史里面 在历史里面有一位国际主任 他过世之后呢 人家找到他的工作的日记 上面常有一句话说什么呢 他说 但愿我常被忘记 但愿基督常被纪念 let me be forgotten so that Christ be remembered 让我常常给人忘记 只要基督永远被纪念做好 但是我们就刚刚想到 我们很多时候说但愿基督给人忘记 我永远给人记得是不是 这个不是普遍 这个不是普遍 用内地 我们 有一个桌 这个人的名字大概 可能有人 不听 没有听过 Cent Blanchard Cent Blanchard他是谁呀 你知道全美国 全美国最有名的管理学的 这个殿堂级人物的名字叫 Peter Drucker 对不对 全美国全世界最有名的管理 这个Cent Blanchard是 第二把教育 这是Peter Drucker之后就是他 这个人那么厉害 这个叫Cent Blanchard 非常非常厉害 那他住在圣里亚克 他住在这里 很有名的一位的管理学家 后来他信用耶稣 他有一本书呢 可能你们读过 或者说没有 都听过 薄薄的 在这一分钟经历 那个桌子 就是他一分钟 他信用组之后呢 就成为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基督徒 他后来书了一本书叫 Lead Like Jesus 就是说 向耶稣学领导 那么呢 他里面有一句话呢 我很深印象 你知道我们人都有自我 自我 自我中心啊 自我膨胀 那个自我你知道吗 英文叫做Ego EGO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 还没有信主之前 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他的Ego呢 可以一句话来去表达 就是什么呢 把上帝 退出去 我就是上帝 他英文叫做 Ego 对不对 把手退出去 为我独猪 我就是神 我最大 我是老大 这样子啊 这种的态度 自我膨胀 自我中心 那么后来信用耶稣之后呢 他说人的那个EGO啊 那个自我呢 应该改写 写着什么呢 也是EGO啊 Exalt God Only 就是高举上帝而已 我只高举上帝 就是Exalt God Only 也是EGO 所以今天呢 你跟我都有自我 但是今天的自我 应该什么 高举基督的我 以前是高举自己的我 现在是高举基督的我 所以呢 没有那一种呢 外加的东西呢 是绝对不能够进去的 所以这个第一点 我说这个 扩大你信生命的容量的 第一点 不是再加上去 乃是内处 内处我们的自大 内处我们的骄傲 内处我们的自我夸耀 自我荣耀 的一个状态 内处 第二个 什么叫做扩大信用力容量呢 就是扩大你生命里面的 受苦的容量 这个 如果是我们的受苦容量 不够大的话呢 我们也很难做 为神做大的事情 真的 没有一个事情 是没有一个的教会 没有一个人生道路 是没有经过苦 才会有好的结果 虽然腓立比书 一章十二十九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要定要为他受苦 其实呢 这个苦难呢 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 不是基督徒也好 你都会受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 It is a fallen world 这是一个 堕落的世界 最近来了 魔鬼也进来了 撒旦也进来了 死亡也进来了 腐败也进来了 在这个大氛围里面 你怎么可能不受苦 有时候是受苦是 人家做的虐 就转到人身上 Because we are living in this system 我们都住在这个系统的里面 你无可避免 所以呢 圣经也说什么呢 人生在世 必欲患难 如同我心沸腾 这句话可能打错 人生在世 必欲患难 如同我心沸腾 人生本来就有许多麻烦的痛苦 求有穷的痛苦 有钱的也有有钱的痛苦 单身 哎呀我单身 这个真是很苦 那么很孤单 有人说什么呢 若是你会做 感觉到很孤单而结婚 这样子说 为了避免孤单而乱结婚 结婚以后更孤单 不是你为了避免 孤单而乱结婚 你结婚以后更孤单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所以后来有些女生说 有另外一种幸福叫做孤单 叫单身 有另外一种幸福叫做这个单身 所以有些孩子的 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很担心 哎呀有孩子 但是有些人有孩子之后呢 整天给孩子搞到头痛头大 胜不如死 对不对啊 没有啊 真是麻烦 因为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人有罪心 外面也有罪的 这种的彼此的影响 苦难在所难以 但是呢我们有主在种种的患难当中 祂给我们智慧 祂给我们保障 祂给我们保护 可以不会受到这个祸万的那个大的影响 那么第二呢 第一个患难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 就是那个 falling growth 堕落的世界 第二 反正一直在基督里进前度瑞的都要受到逼迫 所以有时候 这个 所以我们进前度瑞的时候呢 基督徒啊 你要站立得回 你要在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 也难以免受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呢 特别是家里面有拜拜的 对吧 比如说 你说我不拜拜 那么他觉得你这次不像 很麻烦 这个都有大家都听过了 不讲了 你立志在基督里进前度瑞都会受比 第三个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处能措施上 不够成熟所带来的问题 各位 请你记得 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有时候也会 讲臭吧 是吧 有时候有做错事情 有时候呢 会做大意的事情 会产生人家对我们的反击 各位 这是神的办法 帮助我们要小心 严实 是吧 所以 这个 哎呀这是痛 他不原谅我 这样子 就是用这些办法来去 管教我们 好像月色 你知道月色呢 他虽然看起来都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 但是呢他常常在哥哥们背后打小报告 是吗 所以哥哥就痛恨他了是吗 所以呢这个也是他自己不成熟的意图带来的结果 第三种的痛苦 第三种的麻烦 那么 第四种的麻烦呢 就是spiritual warfare 临界的阵战 苦难呢 困难是变成 好像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 心理作难却不被失望 却不知失望 赵碧波却不被吊弃 打打了却不知死亡 所以呢 有这个属灵的战争 所以有人说什么呢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的话就没有人而找 甚至有人说什么呢 在领导的里面呢 常常会有流血事件 no bleeding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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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leeding 就没有 no bleeding and no leading 你必须要在这个领导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呢 会流血 bleeding bleeding no bleeding no bleeding 所以有时候能说 leadership 又叫做bleadership bleadership not only leadership bleadership 在领导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会受伤的意思 但是都是你 你想 我不要受伤 请你不要做领导 明天开始辞掉长老 辞掉做指示 因为你做领导 你就是会 为这个的侍奉 会受伤一点 好像主耶稣 祂是救主 祂是个受苦的救主 有没有 祂是个受伤的救主 祂也是个被钉十字架的救主 no bleeding no bleeding leadership and bleedership OK 以下我看这个图 请各位 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我是看没来的 这个人讲惯了有点过分 不过呢 你在有时候 要讲你过分一点的话 那么加深各位的印象 我说以下的数字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子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叫他很有名的 叫做 Chanbill Chan C-H-A-N-D 他是一个美国有名的领导学家 他是印度人 印度人 他有一个基督徒 他说为什么呢 这句话 这次我不太相信 不过他说了 Ten percent of your church people are pure devil 他说你教会里面 但是起码有百分之十的人 就好像罗伯一样那么厉害的 这样子 所以他对那些牧师说 那个是一个牧师会 他说 你教会的大小完全在于你能够handle 能够处理多少吃鬼 他说五百年的教会 为什么这个牧师能够有五百年的能力呢 是因为那个牧师能够处理五十之鬼 他说 并能够transform 并且能够把他们改变成天使 这是那个Chanbill Chan说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教会的 他可能是数字太过夸张 怎么会说 百分之十都是好像魔鬼发生 那么厉害 应该没有 但是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人 都会有一点问题 比如说 我们要不关注魔鬼 教会当中你看 有些人你分析一下 你不要把他们名字念出来 是不是有些人很古怪的 有没有 很古老的 很古板的 吃苦不怪的人 是吧 这是一成不变 这是古啊 有一些人呢 很灵的 很灵巧的 很灵火的 很灵敏的 有没有 这些人真是很灵 那么有些人是什么 精打细算 对不对 替教会省钱省得不得了 所以真的是精一求精 这个叫什么精一求精呢 就是那个完美主义者 什么叫完美主义者呢 一点不美完全不美 完美主义 一点不美就完全不美 我管你九十九点九不美 就零点一不美 就这样 完全不美 这样子 所以有些是怪怪的 讲话是怪胜怪气的 讲话是语无人词的 不是冒犯性就是攻击性 有些人是这样子 不是冒犯性就是攻击性 有些人好像 吃完鸡的心情 也是来吵架 所以有时候是这种 初一反应 你昨天不是这样子说的 为什么你今天讲另外一句话 就是我要讲话 我没记住了 我不记得了这样子 你怎么没记住 我给你录音了 给你录音了好不好 那有些人讲过话不算数的你知道吗 你畜音反应了 各位 这次都是我们教会所看见的一些人物 老师你看见那个 同一个字 古啊 灵啊 静啊 怪 这是古灵静怪 教会就是古灵静怪的人合起来的 这是我跟你 各位 你记得吗 在方舟的里面 方舟 挪亚方舟 岂不是有不同动物吗 其实我们都是不同的动物 所以有时候你看见 教会有这种人 这种人都可以上天堂 是啊 怎么可以上天堂 他都可以上天堂的这种人 所以神的救恩才耗大 所以我们才会唱奇异恩典 这个人都可以上天堂 真的奇异 对了 你做的对了 奇异恩典 他都能够上天堂 Amazing Yes Amazing Grace 就是Amazing Grace 都可以上天堂 各位是这样子 各位 我告诉各位 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 用一种不正确的态度 譬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命有问题 我传一个福音给他 希望改正他的生命 提升他的生命 那他信耶稣 地上提升生命 将来上来天堂多好 我们有这种 好像有点从 居高临下的态度 来去传福音 各位 这个基本态度是错的 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 传福音是我告诉你 如是罪人 仅难遇见奇异恩典 耶稣的爱领导我 让我告诉你 耶稣的爱怎么样领导我 各位这个叫传福音 不是说你这个人太坏了 那些坏蛋 这个坏蛋 你真的需要耶稣救你 耶稣要救你 我现在把福音告诉你 提升你的灵魂了 这个态度是错的 不是这样子 是我需要救主 耶稣拯救了我 我现在把耶稣 怎么样拯救我 让我来告诉你 That is sharing of the gospel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 基本的态度 虽然我们感谢主 我们都是在这个方舟里面 各位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古灵精怪 因为 老师我们不能够突破 我们的思想 能够了解人性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你改好了 你才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教会 各位这个态度也是错的 不是 我以前也是古灵精怪 感谢神 神帮助我这个 古灵精怪里面 变成古灵精怪的牧师 我现在神改变了我 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去服侍他 所以这样子的话 教会 你会发现教会的 整体的胸怀 我说整体不是一个 一个还不够 两个还不够 十个还不够 起码超过一半 整体的胸怀扩大以后 能够接纳 能够以恩典相待 你就发现这个教会就开始有突破 是这样子 我突破 好 再来看 第三个 破当的恩赐的容量 什么意思呢 我用这个腓力来说 腓力是谁啊 腓力其实啊 他是耶路撒冷第一批第一届的执事 有七个执事对不对 一个叫史利凡 魏族寻道 很有名啊 另外一个叫腓力 这个腓力呢 他是被选为做执事 因为呢 他是 他有这个行政的恩赐 有没有 他管理方式 圣灵充满 在教外有好名声 另外呢 后来 耶路撒冷教会大造 逼迫 他就离开了 对不对 他去了哪里呢 他去了撒玛利亚城 就传起福音来了 就不做行政了 他就做了布道家 还能够行神节 你知道吗 圣经说什么呢 整个的撒玛利亚城 就欢喜起来了 因为福音 这是普传 大家的信有耶稣 非常高兴 非常的快乐 这个叫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做行政的指示 第二个阶段 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腓力 还行神节呢 你知道吗 第三个 你记得他到第八章 岂不是神的灵催出他 要到旷野路上去吗 遇见一个太监 叫做爱提阿弗的 一个非洲人 你知道吗 当时他是高官啊 开了一部Mercedes啊 当时的Mercedes 是非常漂亮的马车 那么贴心他 你所读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 我怎么明白呢 他刚刚读到 以赛亚书 耶稣受福 今天的五十三章 当时没有 现在我们知道是五十三章 那么就向他解释 原来这个就是耶稣 不是先知本圣人 这样子 后来这个爱提阿弗太监就说 原来不是 我能不能够受洗呢 这个腓力说 谁可以阻挡你呢 我们立刻下车 就看到有水 就立刻洗你了 就把福音带到非洲去 今天的伊索皮亚 埃塞俄比亚 伊索皮亚 就是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什么呢 这个肥力 他的恩赐是从行政部到宣家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 我们的恩赐 不要给自己的认定来限制 神会在不同阶段 不同时间 按照神我的需要 加添给你 不同才干和恩赐 比如说 上帝 要在你一辈子里面 就给你七个恩赐 比如说 他不会一下子都给你 他会慢慢过了三年之后 过了五年之后 再慢慢给你 因为教会没有需要 给你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因为恩赐这是工具 所以你不要那么快就关门了 说都是这样子的了 我就缝起来 不要太封闭 因为神会在 意思是你没有想到的情况下面 加给你恩赐 另外一个字 请各位注意 natural talents and spiritual gifts 这个叫做天赋与恩赐 天赋是说 你还没有信主之前 你已经有一些的训练与才干 恩赐是你信主之后 圣灵照做他的议师 把那个属灵的技能给你 以至你可以用来去服侍上帝 天赋 Talent 恩赐 spiritual gifts 都是上帝给的 是之前的 之后的 信业是之前的 信业是之后 但是上帝都能够使用 你知道吗 都能够使用 我们最近有本书出版了 这本书叫做 不眠不休的教会 A church never sleeps A church never sleeps 一个不睡觉的教会 在哪里呢 洛杉矶 在洛杉矶 在一个非常的恐怖的地方 洛杉矶 所谓的inner city 是非常非常的 大家都晚上不敢去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社区 那个教会故意就设在这个地方 来服侍那些很多的借主的平民 还是是游民啊 借友啊 那些 homeless people 穷人啊 这样子 有一次有一个 因为他们 他们很标白一件事情说 教会的服务是24小时 都不眠不休 有什么需要 立刻打电话来教会 我们都去服务你 哇 那么好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 早上9点到下午4点而已 那么他们是不眠不休 有一次有一个单亲妈妈 她就 被那个钥匙都锁在里面 她自己在外面 怎么办呢 晚上 你知道美国 美国要晚上12点来找个开手的 起码上百块美金 起码上百块 她说我三十块都没有 我怎么可以上百块来开门呢 这样子 逼于无赖 她就打电话给牧师 牧师啊 不好意思 那么晚打电话给你 我现在跟我的孩子守在门外 进不去 教会不会有办法 替我找个开手的人来开门啊 牧师说 可以 一刻来 不久就有人来了 有人来就是 那个男生啊 可以开门啊 开门啊 哎呀那个太太说 哎呀谢谢你 谢谢你 没关系 小事小事 她就走了这样子 过了几天就问牧师说 牧师真是感谢你 哎呀我们真是 教会人才积极耶 哇连开手都有 真是谢谢你 那个其实不是 专业开手 他以前是姐的 他竟然从来不需要钥匙 他常常竟然在偷东西的呢 不管我的信念书 但是信念书之后 他不会说那个偷的 那个开手的那个技巧都没有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可以用嘛 以前是用来偷东西的 现在用来帮忙人家来开门 各位这个叫天赋 分别为胜你知道吗 分别为胜 你以前用来服侍这个世界的技巧啊 今天神把他分别为胜 把他这个 这好像是 恩高高的之后呢 做了个分别为胜 给神使用 天赋原子 还有呢 不单只是这样子 不单只是要这个天赋 另外一个事情是说 要扩大你信心的容量 各位啊 我们讲到信心有十种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都分为一谈 然后是搞到很多基督徒都 我问各位问题问题 信心是你自己放出来的呢 还是上帝所给你的呢 因为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 永世人有信心的恩赐 有没有 如果是恩赐的话 就是上帝给的呢 对不对啊 那我信耶稣 是我要信耶稣啊 为什么是信心有上帝给的呢 是否搞到一塌无土了 到底这个是加尔文的理论呢 还是阿弥命败的理论呢 就被他神学的辩论了 各位 到底信心是神给的呢 还是说信心是我自己生发出来的呢 我们都会有点辩论 各位 圣经里面讲的四种的信心 第一种是信耶稣的信心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说在生活上面 你信耶稣说你在生活上面 遇见很大的需要的时候 你相信 那个养活麻雀的 养活那个百合化的那个神 一定会照顾我的需要 所以这个天运 这个 什么 有些人的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上帝的供应照顾的信心 第三种的信心呢 是说在试炼当中 在苦难的里面 他用信心能抵御 那个试炼 那个苦难 受带来的压迫 这个是第三种 所以第一个是信耶稣得救 第二个是生活的信心 第二个是得救的信心 第二个是生活的信心 生活的需要 第三个是苦难 病痛 失业 这个圣离死别 打击的信心 第四种 就在这里 第四种就是 恶灵多前书里面所说的 神所给的信心的恩赐 可以帮助我们做大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第四种信心 我们在这里当中呢 大家都信任耶稣了 也都知道说 神会供应你的需要 你不愁烦 感谢神 那么四年当中呢 你也经过了 不然的话 你不会能够存留到现在 是吗 第四种呢 就是我们今天神的缺陷 我们呢就是 好像那个 耶稣那个门徒 另外一个肥利 那个是肥利 耶稣问他说 五千人怎么办呢 那么他说 这个比利索伯 就算我们有二十两个银子 把他都用来买食物 都不能够喂饱这五千人 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 他没有看到天上的那个资源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 事奉上面的信心 所以要接受更高更大的挑战 我不想要好 各位 所以有时候 牧师找各位去做点事情 通常我们就会说 我的力量在这里 所以呢 牧师给我的工资 大概是这个 我大概可以承担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勉强可以 这个的话呢 顶了 顶了 不能再过了 不能再过了 最多这样子 这里的话 对不起牧师 我没有感动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这里不很喜欢讲这个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对不对 我觉得不舒服 这样子了 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 各位 什么叫信心 老实说信心 这样子太高了 就野心 不叫信心 是吗 这个叫疯狂的信心 但是呢 一个基督徒的成长 一个基督徒的成长 就是比你的一般 你所看见的力量 少高一点点 高20%以上 你都可以接受 我再说一遍 你都可以接受 20%以上 都可以接受 有些人更厉害一点 30%都可以接受 所以呢 你说接受怎么样 你就 你就照着这个 成为目标 就往来去前进 你发现 原来真的可以 stretch 可以拉长一点了 原来你非常有弹性 你以为没有了 我这没有弹性 结果你有弹性 你有这个成长的空间 成长的空间 所以本书呢 叫做行在水面上 这本书的书名很长 因为 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 got to get out from the boat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 经历神迹的话 走在 行在水面上的话 哎呀 我真羡慕能够 走在 行在水面上 比得真厉害哦 行在水面上哦 这样子 你想试吗 好哦 你下来吧 好 我喜欢在船上 行在水面上 我喜欢在船上 行在水面上 我喜欢我的眼睛 行在水面上 你没有经历到 你的脚 可以行在水面上 很多的记忆头 在思想里面 行在水面上 眼睛闪 就行在水面上 嘴巴 行在水面上 但是脚呢 永远都在船上 是吗 永远离不开 那个conferent 所以我们 说要扩大 教会的那个容量 你要 要给神使用 你真的 不是眼睛行在水面上 不是嘴巴行在水面上 不是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看在水面上 而是你的脚 要从水 从床上下来 真是怕精彩 你尽力神迹 哇 就尽力神的真供应 尽力神的带领 其实在这里 我们教会呢 就是 一个普通华人教会 跟你们一样 在北美 你知道我们在 我来就给你们知道 因为我们这边有工作 这边有十万伊拉克人 你再开车过一点 你以为你去到这个伊拉克的大格岛 因为旁边都是阿拉伯人啊 都是阿拉伯的餐馆啊 阿拉伯的修车店啊 阿拉伯的那个礼法店啊 阿拉伯的阿拉伯都是阿拉伯 把开车也像阿拉伯人开的 像沙漠校园的英雄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全美国最多难民的中东难民 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尼特律 Detroit 另外一个圣利亚哥 所以我们教会就开始了 这个圣利亚哥 这个中东难民的工作 我们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有机会向他们 我讲英文 他们就翻成阿拉伯语 在圣诞节的时候 请他们来 我们跟大家一起 来庆祝圣诞 他问你 你是什么宗教呢 你就当 我是耶稣的跟随者 I am Jesus follower 你不要说你是Christian 因为他觉得Christian 基督徒都是欺负人的 百人啊 欺负人的 共和党 他们会这样子 来去解释 你知道吗 但是问我不是 I am Jesus follower 我是耶稣的跟随者 他们也相信耶稣的 不过他们耶稣是先知 不是救主 不过起码有共同语言了 是吧 有共同语言了 是不是 跟他们讲亚伯拉罕也很好啊 我说你没说 亚伯拉罕的故乡叫哪里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伊拉克 啊这样子 吓死他们了 因为吾尔啊 吾尔啊 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你知道吗 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伊拉克人了 啊是这样子吗 吓死他们了 他们就没有听过 亚伯拉罕也是他们所相信的 这个耶稣他们也相信的 摩西他们也相信的 不过定义不一样 角色不一样而已 应该在传福音 我们最近也开了一个青年福音营在这里 五天 我们的年轻人在那边跟他们 有个叫做不要叫福音营 不能叫福音营 要叫文化交流营 他们也来了 那我们也来在这边搞个文化交流营这样子 那么我这个意义呢 在洛杉矶一些教会去宣布 都很多洛杉矶教会 现在开始来去做这个工作了 我们都没有做过 后来有个大会 有个大会 CMG 就是说这个 美西猜传大会的请我去讲这个题目 他说怎么在本地做跨文化宣教 我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是都没有做成 我是慢慢开始而已 你不要太告举我了 我是我做石头过 他说我就是要你告诉我们 怎样我做石头过 所以你闭着右上右去讲一次 讲了有了 很多教会也我做石头过 你帮忙来去我石头了 这样子来去做这个工作 我们都没有经验 但是去做去做 这样子 一做的话呢 你才发现原来前面还有一块石头 你不会丢在水里面 这个呢 神也开过我们的视野的容量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肥利呢 他去了这个撒玛利亚城 他本来是向犹太人存复一人 但是他的撒玛利亚城 有更多的非犹太人 有些是半犹太人 有些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 那个婚姻里面 产生出来的这种的 这种的混合的家庭等等 各位 我们看见了 最近因为这个中国什么开放 那么就很多人去中国传道 这样子 那么各世界各地都涌进去传道 哎呀 现在以前是共产国家 现在开放了 大好机会啊 就传福音这样子 十三一灵魂啊 无论是神的 给无神论控制啊 等等 这样子 我们讲到这个十三一的时候 我都想到这个中国有十三一人在那边 其实呢 全世界还有两个十三一 总共三个十三一你知道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十三一 第二个是回教徒 第三个是贫穷人 贫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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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滑民 这个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开过一个的 一个的视野 开的扩大了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的 扩大我们的属灵的视野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的问题 刚才我说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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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运 其实呢 我们主恩堂呢 主恩堂在圣地亚哥 总共有六个堂 总共六个堂 主恩堂 挂主恩堂的招牌了 六个堂 还有莫西哥的堂面 我们是开的小小的教会 叫主恩之家 特别是针对那些基层人士 那些在这里来到莫西哥 找圣伯的 他们开餐馆的 他们做车衣的 他们开杂货店的 很多 我们在那边开不同的教会 也有差不多六个 六个这种所谓的 六个主恩之家的一点 堂会呢就是六个 那主恩之家有一些 还有呢 我们在这个尼泊尔 我们也跟那个教会联合 来开展了一个小小的教会 在尼泊尔 在那个地方 印度教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就发现 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教会其实我们的钱 也是不是说很多 但是呢 神也供应我们的需要 开阔我们的事业 最后一个 神也开阔我们兴奏的容量 兴奏的容量 所以呢 这个呢 很多年前 跟这个时候有关 先拿起来 有一次 我去听到 一个牧师 他讲到 他讲到他在洛杉矶 他这个教会 他教会也算红伯 那很红伯的时候呢 他就介绍一下 他怎么样带领教会 我们就洗耳恭听 看看他学习学习吧 这样子 那么好 还没有讲之前呢 他说我先放一个片段给各位看 一个Clip 一个Movie Clip 那么一放呢 就放这什么呢 李小龙了 那个牧师放李小龙给你们看 不是打功夫的 是访问他 访问他什么呢 就在美国的一个广播电台 就访问这个李小龙 就要他解释功夫的奥妙 这个奥秘 奥妙 他说功夫好像什么呢 他说功夫好像水 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生存 他说 都可以存在 不同的情况下面都存在 他就用一个 比方 他说什么 就好像水 你把水倒在碗里面 它是一碗水 是吗 你把它放在瓶子里面 就一瓶水 瓶子倒在一个瓶里面 就一袋水 是吧 所以他的形状可以变的 但是 水还是水 都是H2O 没有变 但是形状都常常变 那个巫师说 为什么我要给各位看李小龙呢 他说 因为教会今天 罗斯要适应时代 教会必须要认定 教会这是水 但是呢 文化 社会 是那个的瓶子 你应该要适应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存在 不然的话呢 你就Outdated 你就会被排到 排到外面去 因为教会的那个元素 不会改变我们有金拜 我们要做见证 我们要查经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彼此相爱 对不对 这是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教会可以放在不同的容器里面 来去做这五个事情 他就是这个方法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为什么跟时代拓解 你知道我们今天 教会所面对的 我们这些人 这个时代 我们不是 我在现代 各位没有搞错 我们不是现代 我们是后现代 你知道吗 你是后现代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也好 传福也好 都是现代 我们是好像很自豪一样的 我们现在会非常现代化 人家已经后现代化了 你还现代化 对不对 人家已经后现代化了 你还现代化 已经脱节了 你知道 你讲到语言 人家听不懂了 是吗 人家想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想过 你知道吗 我最近特别买的本书 这个美国一个 统计学家 他是 保保的不是那么 30块一本 那么保保的 这是讲到美国的cultural trend 美国的基督徒的文化的潮流 那个能够数据来去表达的一篇书 那个Banner Report 蛮有名的一篇书 大家可以把就位去看一看 Banner Report 2018年美国基督徒走势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教会应该要看这些书 教会牧师领袖 在北米牧养教会的人 为什么要看这些书 人家在想什么 我们已经不是这个现代 我们是后现代 虽然很多的这个敬拜呢 这个追求呢 那个教会的制度呢 都应该要了解 讲到教会的敬拜方式 很多人就不同的做法 你知道吗 不同的做法 讲到教会的这个敬拜方式 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现代生事 还有传统生事 我们暂时不及了 大家都应该没有问题 大家都很现代化 都很后现代化 OK 大家都能够接纳 很好 感谢神 感谢主 为你们高兴 非常好 这样子教会才有前途 你不会唱歌 听不懂也看不懂 没关系 做发推声音吧 没关系 这样子 敬拜的方式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对敬拜方式 有不同的这个做法 好像 你知道吗 我讲古老一点好不好 我讲古老一点好不好 我以前的教会上一宋一定是唱在牧师祝福之前唱的 有没有 唱上一宋牧师祝福就吃饭了 是吗 午餐之后那个味道就已经来了 牧师讲快点 快点 我要吃饭了 一唱上一宋了 上一宋一唱的时候呢 我肚子就 开始饿了 因为叫圣女反应 做了几十年这篇图 一听见三宋肚子就饿了 后来我到那边 菲律宾 我的教会 那个教会 我一句子很不习惯 他们把三宋唱在前面 宣告之后请各位唱上一宋 一唱我就肚子饿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 这个上一宋都是唱在后面的 为什么是唱在前面 好像不合规矩呢 是吧 后来我读圣经 保罗的上一宋都在前面 是吧 保罗的保罗书信里面的上一宋都在前面的 你不搞错 对不对 有时我们有时候 我们是比较平民百姓的教会 没有什么大规矩 你知道圣公会 圣公会比长老会 规矩更大你知道吗 哎呀那个讲台螺旋的 记得一直好像上楼那么高 坐前排的 听完到最后 那个波子一定硬起来 太幸福那么高 圣公会是这样子 我烦你 他不理你的 他们会很奇怪 他们会有关键 他们读经的时候呢 那个读经园很慎重的 从楼梯 从楼上 慢慢下来 世世然的跑到前面中间来读经 读完以后呢 他就回去了 我说这个读经园这边都不错 这么洁净群众 下来读经 后来我问说 你们为什么说这个读经园会下来呢 他说是有属灵寒业 我说什么属灵寒业 他说道成有肉身 我没有想过这一点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 有恩典有正 道成有肉身 所以原来我开始了解 圣灵会的仪式都有很深奥的属灵味道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是居委所 居委所是全世界就没有规矩 不是没有规矩 所以就没有大规矩的教会 你知道吗 都是很平民的 你知道吗 我们是有规矩的 我们是有规矩的 不要说林祥云说他们没有规矩 我没有大规矩 你知道吗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 有时我们会 对于是自己不明白的事情 就会好像是很赤字银批 为什么搞得这样子 这样的批评性 其实他们都有 有一些比较唱得活泼的 一听见歌 有一些兄姊妹 管他已经75岁的老妈妈 一听见什么账笔 就全都跳起来了 哇这样子 哇我说你不怕那个骨头会断掉 很兴奋 他还看见主进来我们就很高兴 为什么你们 我有位姐妹 她跟那个黑人讲话 讲到那个崇拜 那么她是那些非洲裔的弟兄姐妹 她觉得 他们一唱诗就手舞足道 你知道吗 这很高兴 不是林恩派的 不是林恩派的 是金星辉的 是非常的传统的教会 但是他问你很兴奋的 那个黑人就问我那个朋友 她是一个姐妹 那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个 你们华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老实啊 动也不动的这样子 他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是大君王 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 就皇上驾到 我们是宿人请敬的 那我们都觉得很敬虔的 这样子 你们跳舞太没有规矩了 都是这样子的嘛 对啊 我们是皇上驾到 大家来看 都很敬虔的这样子 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你都发现教会很多的这种敬拜 有不同的传统 我讲那么多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我们不要为这些小事情 就好像花时间去炒这些事情 传福音 对不对 带领门徒 对不对 去宣教 那事情都不做了 就老实讲这些 好像是比较相对性的事情 其实圣经呢 故意没有把敬拜的仪师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也了解 每一个文化 他们在敬拜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表达 有没有 是吧 我很喜欢听 我是个非常 对音乐 是比较能够包容的 的歌 现在 我听一些台语歌 我都很受感动 有圣经教会 长老教会很喜欢 耶和我扎其心 你为天外相 扎其心我便对你拜 我听见我的心里面的 荣调 我很喜欢这些歌 常常唱 在周围大流 但是流行歌我也很喜欢 那些歌在upbeat的那个song 但是有时候我也接受不了一些 太upbeat的歌 我记得有一次 哥李汉 哥贝利 哥贝利 来圣地亚哥布道会 我跟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他十五岁十六岁 去参加祷告会你知道吗 祷告会呢 他们叫pray concert 又是concert又是pray meeting 而在一起 怎么搞的 我就坐在一个大的三千年的大礼堂 参加这个音乐祷告会 结果呢 他的音乐呢 太厉害了 我已经离开这个 已经离开那个讲台 110那么远 但是那个鼓声呢 把我的心脏筋力震破 你知道吗 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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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我整个的聚会四十五分钟 我都捂着耳朵 不能忍受 我各位 你知道我是比较开放的路士 我不能忍受 你们更不能忍受 你们起码有一般人会心脏筋法 后来离开这个礼堂之后 我就问我的儿子 我说儿子 Son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worship 他说什么呢 他说 Never felt so close with the Lord before 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上帝那么接近过 我心里说 我从来没有跟上帝那个距离那么远 他很接近我确实很远 这个就是考虚 这个就是文化 但是美教是相对性的 现在呢 我也接下来 他也接下来 我们控制感情非常好 对不对 这个接下来 他也知道 神要开过我们的心胸 所以无论我们要 在旁边扩大 或者说我们向下一代 往下扩大 首先 我们的心要扩大 把那些次要的相对的放在一边 你不喜欢吗 没关系 会做福音的缘故 为了与人同德 这福音的好处 我愿意放下 被鼓震破心灵的 这个的危险 我要放下 这样子 olic Cr Capitol 这位 Perfect 有Jeme これで 请不吝点赞 有ray 有 平靡的 不想 这位 今 结束 谈 让